来,大家好啊,我是阿旺,欢迎收看TradetHub Channel OK,很多朋友一直讲,诶,如何做dropshipping,如何做一键代发 所以你们都应该是全部都在想着,哦,我要怎样从中国运口一键代发过来马来西亚 哎呀,又想广口,又要想运输这个那个,是不是很麻烦 OK,所以今天我就教你们如何直接,不如你直接在马来西亚dropshipping Dropship不是更好,OK,所以今天我要介绍你们一个马来西亚的dropship的公司 就是叫做Star Asia,就是这个East Asia应该讲,OK,它就是这种localdropshipping的公司 OK,这样子你们就不用烦恼这些中国拿进来的关口费啊,运输费啊,这个那个 因为这个dropshipping公司完全会帮你处理到啊,价钱全部会公开让你知道,OK 所以基本上它,有时我们讲报会很难是吗,所以今天我就拿我自己的一个account 完全是零的account带着你们一起走,OK 所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search完全是零的,之前没有做过search的 完全是空的,因为我们今天就专门用这个来做一个dropship account 记得啊,如果你要做dropship哦,就不鼓励你们自己也卖那个产品 因为你一个dropship account就专门要做dropship,因为如果你又有自己卖自己的东西 又dropship的话哦,你很有可能会发生一些矛盾的问题 就打比方顾客买你的产品跟买他的产品一起买的话 这样子你们就会撞到,OK,如果你们撞到问题就很大,OK 因为Shopee是,let's say,有顾客买 谁样东西,你就是要谁样东西一起过去 万一六样是你的,四样是dropship的公司的,到时候你就头很大了 OK,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打算做一件代发的话 就要特地开,我是建议你们特地开一个dropship account 来专门做这些东西 不然的话,如果发生像我刚才所说的东西呢,你就真的是头很大的,OK 好,废话少说,首先第一个东西,你可以从我这个YouTube的link下面可以看到一个点 你可以点击这个registration link 你点进去呢,就是它会直接带入你进这个signup page,OK 你signup好了,过后你就只需要login就好了,OK 你只要login进去,你已经signup好了,你就login就好了,OK OK,来我login一下我的户口 OK,你login进去呢,它就让你知道它们有什么产品,所以基本上它们是一个dropshipping的平台,所以它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产品 你喜欢什么的时候,你只要按进去listing queue就好了,listing queue就是 呃,代表你想要卖 但是,呃,首先第一步不是做这些东西,首先你第一步你先要注册你自己的 呃,account进去你的付口 so,首先你只要在这边按这个,你可以either按这个dropshipping home,就是会点试这边所有的东西 不然你就按这个旁边有一个下载 过去你的account myaccount 去按myaccount,第一个东西你一定要做的是short authorization short authorization有lazada跟shopee,你可以authorize你的lazada跟shopee account,所以今天我要示范给你们看的就是这个shopee的OK 所以我只要点进shopee,按authorize now,它就带你去一个地方shopee openplatform,来login你的付口,OK 好 login了就等一下,它就会等,它会寄给你一个otp OK,你只要verify好了就可以了,就只需要按authorize就好了 你就authorize这个account,它们就会 直接同步 诶,它timeout了不用紧 再来多一次 诶,它有linked到吗,哦已经linked到了OK 只要一linked到了,它就会跟你说OK,你哪一间店已经linked到了咯 OK啊,所以现在我们刚刚这个就是 我刚刚link了这一间店 好吗 OK,我现在已经linked了这个店哦,我要看有什么产品那我想要在我的店买 就很简单,我只要去一个dropshipping home OK 就会有很多产品,你看下有什么你喜欢,你想要卖的 你就例算啊,大比方我喜欢这个,OK我要卖这个,按listing kill 再看一下有什么东西,我喜欢卖的,我想卖的,OK我想卖这个 我就按listing kill OK OK,我也想卖 这个 跟这个 OK 好,我就看到这四样东西,我看中了 看完了哦,我要list的,就是我要放在我的店卖了吗 我只要点回这个,就有一个下载的东西在这边,你就按下去就好了 OK So 哦,对,可能你们应该 你们刚才没有问,你们没有 注意到的是哦,你有看到吗,它的价钱哦 它有三个价钱给你 第一个是cost price,第二个是suggestor price,第三个是wholesale price 这个是美金啦 我们放马币啦,比较好,我容易看一点啦,OK 所以这个意思代表什么,就是 他们的cost price,他要卖给你的交钱,其实是$2.93 他鼓励你卖$7.33 但是不,虽然这边是$2.93,不代表他卖给你$2.93,他是会卖给你$7.33 OK 他是建议你卖$7.33 过后你赚在哪里呢 你记得你赚不是这个$7.33,减到$2.93啊 因为 这个是 他们 你不用顿货吗,他们也要包装吗 他们也要机构,还有不要人家乱乱丢价钱吗 明白吗 所以 他们的鼓励呢,他们鼓励你 你的这个cost price 最少要1.5倍 你要1.5倍from你的cost price,就是你们的suggested price 所以打比方 他们要的价钱呢,就是$3.37 你怎样都好呢,你不可以低过 低过这个$7.33的40 因为到最后,他们会拿你的卖的价钱 扣掉他们的cost price 乘以0.55 OK 那个就是你的profit 你的profit是 你这个扣掉这个乘0.55 就是你的profit OK 我知道有点困乱 过后那个我们留在下一集来讲 今天最重要的是 先least先 做一点生意先 OK 所以你least好,你刚才我们已经 download了我们要东西吗 OK,这个几样是我要的东西 所以我只要点进去 Goal它会写,你有很多store吗 有时有Shopee和Lazada OK,我Shopee也是 有两个store吗 但是我现在要least在我这个store吗 所以打比方我会讲到这四样东西 你先看好里面东西,你要不要改 OK,你要不要改 但是你有注意到一个东西吗 你这边暂时是 他们的价钱 就是刚才的价钱 看一下你要不要改这个价钱 基本上全部都帮你做好好了 他都已经帮你写好所有的东西了 OK 所以你 其实基本上真的是很简单 你只需要 在刚才这一面 你只要点这四个 点这四个东西 过后你只要搬去你的店就可以了 OK 但是你会注意到一个东西 你会问我 哎,add to shop 为什么 不可以add呢 首先第1个东西是 因为 我们还没有set好我们的logistic OK,所以我们去我们的logistic center 就是Shopee那边 我们要先set好我们的shipping setting OK 首先我们的shipping setting 我们要set好 我们一定要开 呃 Ninja WAN 跟这个 J&T 他们现在只暂时 接受Ninja WAN 跟J&T啊 OK 其他的暂时还没有啊 好吗 so ok 你set完这个 这两个东西啊 过后你 要set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你们的shipping address OK 你们的shipping address 一定要放 这个 East Asia的地方 OK OK 就是你看啊 这个East Asia My address 你就放你自己的店啦 OK 这个地方呢 你就是要跟着这边 它是在Subang Jaya的Selango 你就要选Selango 过去找Subang Jaya Get地址呢 很简单 你只要copy 你放进去就好了 你放进去就好了 Set as pick up address OK Postal code是47650 OK Safe 就好了 OK 可以吗 可以吗 OK 你sep好了过后 你就点击你要 记的东西 Set好你的这个东西了 过后 你就要按这个add to shop 你按add to shop呢 它就会给你个logistic了 OK logistic你看 它会detect到你的电了 你的电力都要开了你的J&T了 你一开J&T过你的地址要对 刚才你看我已经set好我的地址了哦 你就按这个J&T Express OK 按OK就好了 OK Tada 全部就setter好了 就就是这么的简单而已 就是这么的简单过你看回你的Shopee seller center 让它等一下 看到吗 它的product直接同步 上传进去你的店了 OK 就是这么的简单而已 它会直接全部上传去你的店 OK 所以 要做一个dropshipping的公司就是这么简单 过后呢 你就是等下人家下单吧哦 OK 你就是只要等人家下单就好了 人家一下单的时候呢 如果你真的是有人下单你只要去order 他就出现在这边 只要有人下单出现在这个order 你只要还钱后 你一还了钱 他们一大一下就帮你出货 过你一出了货 你就是等shopee 还你钱吧 OK 所以只要做一个要做一个dropshipping的 网址就是其实就是这么的简单 OK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跟分享哦 还有 订阅我们的视频 还不明白的话 可以在这个comment下面留言 等我下一次有一有order进来 我会再做 第二集 来给你们看一下那个order 会是怎样 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account的第一天的起步点 今天是12月18号 我们下一期再见 OK 拜拜 拜拜